今天我要讲 基本上我们已经进去正题了 事实上我要处理 我们在考试前已经有预告过了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积分的定义 然后有一个等价的定义 叫做所谓的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利用它 我今天就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是连续函数就是可积的 然后地震函数 它可能不连续的 地震是可以不连续的 也是可积的 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我们有一堆的 这个积分当然有一堆的定义 F呢 是从AB到R Bounded 然后呢 我有一个P的Partition 就是X0 X1 X2 到Xn 这个是Partition 这个I I是AB 其中呢 X Delta XI Delta XI 是等于XI-1 X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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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Partition 来说就是X0要小于X1 小于X2 小于Xn 一个一个都比一个小 那然后X1 那然后XI是等于Ii的长度 可以这样子说 那然后这个Ii呢 就是可以等于就是XI-1 然后我的Upper sum 对于这个F对于这个Partition来说 那个所谓的Upper sum 就是Summation的MI Delta XI 在Ii里边的最小上界 那同理呢 我有一个Law sum 就是从1到N的小MI 小MI呢 就是我的Inframum的Apex 在Ii里边 然后我的Law sum 这等于我Suppremum的Law sum 对交于所有可行的Partition 我的Upper integral 是等于我Inframum的所有的Upper sum 对交于我的 所以一堆定义 那已经四分一个黑板了 那这堆定义呢 就是帮忙我们去建构 我们的所谓的曲线底下面积这回事 那我们就定 事上是一个Definition 就是什么叫做F是可基 这个面积怎么找到 利用这个所谓的黎曼的 这种Upper sum Law sum的这种设计 那当我的 我想当然Law sum是 我们已经证过了 Law sum是比Law sum来的小 而且是不同的Partition来说 都有这个现象 这个是我们做过的 那然后所以 就是当我的Partition越细的话呢 这个Law sum事实上是越大 你对照的Upper sum是越来越小 所以当他们是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Supremum等于这个Infremum的话呢 那就是他们就是好像是一致了 那我就是说 这个就是可基 整个想法是这样子 如果我的Upper sum呢 Upper integral 是等于我的Lawar integral 那这个是其中考的一个填充题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写这个等价定义呢 我也可以接受 等价的我们叫做所谓的 Integrability criteria 就是随便Epsilon大于零 我都找到一个Partition P 使得这个Upper sum跟Law sum的差异呢 是非常接近 这个证明 这个定理本身也不难证明的 就按照我刚才的想法就是说 这些Lawar integral呢 我可以有一个Law sum是非常接近它 Upper integral也有一个Upper sum非常接近它 而这两个呢 找一个所谓共通的 怎么共通 就是这样它们的Partition呢 这样它互联的 那它的差异呢 就是不会大 不会大 那就讲完了 事实上就讲完了 那这个就是我的整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a的那个好处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a的一个威力 所以 所以事实上我们常用的Upper sum减弱 sum 我事实上可以给它一个名词叫做 这些名词呢 有点可能会多了一点 那但是呢 它也有办法可以 就是让我们 就是说 譬如说那个黑板写起来是比较简约一点 我就定义这个 是Upper sum减弱 sum 这个叫做Omega 为什么写Omega呢 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东西 就是它是 是不是 把定义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Omega i Delta Xi 从1到n 这个Omega是什么 Omega i是大mi减去小mi 这个很清楚的 那它就是我们的 在Ii这个小区间里边的 譬如说最小值跟最大值的那个差异 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 当我切割这个Ii的时候呢 在这个区间里面函数的 所谓的震荡的那个幅度 就是你可能你可能如果你 你这个这个函数是更厉害的 它震荡就是最大的跟最小的 这个幅度在哪里 那所以它是指标就是 这个所谓的 我们有 会有书指说 Oxylation of f in ii 就是在那个区间底下的那个震荡 那我的这个就是大Omega呢 可以写成就是这些震荡 乘以这个这个Delta Xi 事实上这个图画也是 是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f 假设这个是ab 我想我就 那个格就不要定那么多格 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 这个n这个n是随便的 这个n是没有定下来的 那这个n当然我们希望是大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只有三格的时候 这个分割只有三格的时候 那你的 比如说这里的 这里的 Law sum Law sum可以看成是这个 那Law sum可以看成是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所谓的大Omega是什么 大Omega相当于指说 Law sum减出Law sum 是不是就是这个的面积 就是这两个就是那个函数的 在介于这个Apa sum跟Law sum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 事实上就是它的震荤 乘以这个宽度的总和 那这样子一个定义 当然是应该是不是那么复杂的 OK 那现在呢 Integrability Criterion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大Omega这个项 是小的时候呢 是可以任意小的时候 那我就 就是可及 是这个样子 就是相当于就是可及这回事情 好 那这个小呢 我可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譬如说 如果我能够确定你的正夫是小的 譬如说 你是Epsilon嘛 它是小的 Well 大家都知道了 前面做Limit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有讲过 事实上这个绝对小于Epsilon 你说等于Epsilon行不行 对于所有的Epsilon 它都要等于Epsilon 这个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设计一下 所以这个都无所谓的 或者小于一个M乘以Epsilon 某一个 或者是K乘以Epsilon 行不行 当然行啊 都是等价的嘛 我们大概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那所以 其中考虑到是非机当然是对嘛 好 那现在比如说 你的OmegaI是小于Epsilon 每一个OmegaI都小于Epsilon 那我就可以抽出来 然后呢 就Summation的这个 这个 这个 Delta Xi Delta Xi是什么 它的总和 不过我们 我们A B的 就是说 这个Delta Xi 这个Delta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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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和当然就是A B的总长度嘛 是一个有限数 所以 如果这个是可以认以小的话 OmegaI是可以认以小的话 那 这个和当然是认以小 是不是 就是这个idea 这个想法 我们就可以 有以下的定义 4.5 这个是4.4 这个4.4 这个4.5 F是从A B去R的 如果F是continuous on A B 它一定是indegrable 如果F是monotonic on A B 它也是indegrable 我们有 就是可以保证有两类函数 它一定是可记的 我们这个upper sum 这种方法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那个所谓的面积的 什么叫monotonic 就是它是increasing 或者是decreasing 整个函数是地震的 或者整个函数是地降的 都叫单调函数 相当于我们的单调数列 整个想法都一样的了 那它就是一定是indegrable 所以就很好了 连续函数 当然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函数 它就是一定可以找面积的 那我们当然也找过 也看过有一些例子 是找不到面积的 这个是不对的 那个地震类函数 地震类 function 是这样子 那这两类呢 是保证 那 好 那个 证明 那个证明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要保证就是说这个震荡呢 是小的 就是 Fx呢 那个 那个 在这个 小Ii里边呢 它那个 变化的幅度呢 最大的幅度呢 是可以小的 那这个怎么可以保证呢 就是我们其中考前的这个 均匀连续这个概念 就可以保证这个事情 那 那 F是Continuous on AB 这个是一个有界B区间 所以呢 F就是Uniformly Continuous 好 换句话说就是 随便一个Epsilon大于0 我都找到一个Delta 就是 任何一个XY 在这个AB里边 我写I啦 在AB里边 只要X跟Y的距离 小于Delta的话呢 我的Fx跟Fy的距离 就小于Epsilon 我现在不要Epsilon 我要Epsilon除以B-A 这个当然OK嘛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Delta 做到这个事情 而 现在就是没有中心点了 连续函数 这里没有中心点 那 我事实上就是 看着这个Delta 来做 那 我就以Delta为 就是 所以我做一个分割 这个分割可以不平均 无所谓 但是它每一个长度 每一个宽度 不会大于Delta 都小于Delta的 那就保证 保证 保证 我在这一格里边 那些 任何的两个点 都 差异 在这一格里边 任何两个点它的差异 都小于Delta 所以 所以它的函数值 都小于 这个Epsilon除以B-A 对不对 那 事实上就表示说 Omega 在这一格的Omega 这个小Omega 就是小于Epsilon除以B-A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 大概就做完了 那 我们的大Mi跟小Mi 还有一个比较 所谓的 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Supremum跟Infremum 但是 现在连续函数 Extreme Value Theorem 就是说 这个Supremum 事实上就是maximum Infremum就是minimum 它是达到的 所以 所以 这个 大Mi 事实上就是在 F在某一个 在这个区间里边 某一点的值 小Mi也是另外一点的值 那 而 这两点 它的 X坐标 差异 当然是小于Delta 所以 这两点的距离 就是要小于这个 对不对 那 所以 我们的大定理 事实上就是 在这些地方 一个一个用上来 就可以 有一个 我们就是可以 将它建筑起来 有一个 很明确的 一个好的 一个结论 是这样子 所以 By Extreme Value Theorem 我应该这样子说 take一个 partition P 使得呢 就是说 它的 Delta Xi Foro i 这个是 当然可以做到 你可以用平均值 来评分 比如说 找一个 N分之一 它是小于Delta 然后呢 就将这个AB切成N格 那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我不写那个细节了 反正我们可以做 我利用Extreme Value Theorem 或者是这样子说吧 或者是这样子说吧 因为F是 continuous on h i i 它是等于 xi-1 xi 那我就可以 那我就可以 利用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我的 我的 那个 mi呢 事实上是 等于 某一个 f的 xmi 那 小mi呢 也是等于 x小mi for some 我就存在这个xmi x小mi 在这个ii里面 是的 是这个样子 那 因为它们的差异呢 这个 这两点的距离啊 当然是 当然是小于等于 我们的 这个ii的 总长度 它们就是在这个 这个区间里面选的 总长度 所以是小于 Epsilon 小于Delta 那 因此呢 我的 Omega i 是等于 mi 减去小mi 就一定要小于 我的Epsilon 除以b-a 好 那 结论 结论 就到了 我的 整个 upper sum 减-3 就是 等于 Omega i的 Delta xi 它是 小于 每一个Omega i 都小于这个数 对于 i 是从1到n 这个东西都是对的 那 剩下来的 就是 Delta xi 的总和 这个和是什么 这个和是 b-a 做完了 所以 把这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F是 Integrable 不写 on a b 不写了 为什么 我做完 因为 我最后呢 做出来 对于所有的Epsilon 大于0 我找到 一个 partition 对于这个 partition 我的 这个 upper sum 就是绝对小于Epsilon 这个就是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告诉 就是说 的那个要求 我达到那个要求 那那个定理就说 一定是科技 我这里写得蛮详细的 你可以 当然可以 简略一点去将这些叙述 B部分 类似 事实上他们是两兄弟来的 我蛮喜欢这个定理 什么小两兄弟 A部分就是说 Omega i 小 然后 剩下来的东西 有限 那就 就是 总个就可以控制到任意小 那B部分 就不是这个小 它隔壁是小 Delta Xi 我要弄到它小 然后 这个summition Omega i 是有限 所以整个可以控制 所以他们是两兄弟来的 事实上 你怎么控制 这个是一个总和 总和里边 每一个项就是有两个东西 那你怎么样子去 了解 这两个细项 使得我们的那个 这个总和呢 可以 可以所谓的控制的任意小 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Delta Xi 就是小就OK 因为 我这个 你的所谓的地震函数呢 你是地震的 你的Omega i 事实上很清楚 比如说你是地震 这个当然可以地降 现在我地震 我就是 做地震的case 的情况 你的Omega i 事实上就是 当然是等于左端点减右端点 再来一次 是右端点减左端点 对不对 是这个 是 右端点的函数值 解除左端点的函数值 然后在这一格里边 也是右端点的函数值 解除左端点的函数值 所以你的Omega i 这样子合起来 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就是 就是 Fx1-Fx0 然后 再加Fx2-Fx1 再加Fx3-Fx2 这样子 这个叫做 一个Telescoping sum 这样子循环的 那就是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 消掉 整个Omega i的总和 事实上是等于 Fb-Fa 假设我的F是递增 它是一个increasing function 那那个是一个有限数 那个不会爆掉的 那个是一个有限数 所以我只要控制到 我的Δx1小 小 这个的总和 是一个有限数 这边可以控制 那就OK了 所以 这是B部分 呢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我可以 我可以 Fb increasing 那 所以 所以 这个minimum 呢 minimum of fx 在这个I里边 当然等于Fa 这个大M 这个大M 就是 等于maximum 这个都不用写的了 是等于Fb 既然它是increasing function 既然它是increasing function 这个东西当然要对 是不是 当然要对 左边是最小的 右边是最大的 那如果这两个是相等 那如果这两个是相等 那就不用做了 那F就是常数函数 那我们有讲过常数函数呢 我们已经有讨论过这个的 它的upper sum永远等于law sum 而且是永远都是那个数 那 一定是indegrable 没有问题 所以我只需要考量就是 Fb Fa 绝对小于Fb Fa绝对小于Fb 那 好啊 那就是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就 也是 找一个partition 这partition呢 点够多 够密 我的deltaxi 我就是控制它的那个隔间 隔间的长度呢 不能超过 epsilon除以Fb-Fa 就好了 epsilon除以Fb-Fa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summation的OmegaI就是Fb-Fb 所以这个到时候这个乘一乘 那就 就OK了 是不是 好 所以 我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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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I 好 Also 就是小mi 它是等于infinimum的 那个Fx的 在ii里边的 就是等于F的xi减一 那大mi呢 是等于F的xi 等于所谓的这个右端点的值 那 因此呢 我的所谓的upper sum减弱 sum 它是等于OmegaI 它是等于OmegaI 所以是小于小于我的这个epsilon 属于Fb-Fa 那个summation的这个OmegaI 那是什么 那就是所谓的大mi减去小mi 那这个和呢 你带进去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的东西 所以 结果的出来的就是 它是最后的xn 减去最初的x0那个点 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xn就是b x0就是a 这个是等于b 这个等于a 所以这个两个项是一样的 那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就达成了 所以F是Integrable 所以这个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性质 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以它为定义的 是这样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 没有的话呢 我们先play一下 然后再回来